不要被今天的陽光騙囉 針對新竹以南的這九個縣市 氣象局發布了低溫特報 雖然強烈大陸冷氣團 從今天白天開始減弱 各地大多是多雲道晴的好天氣 各地的氣溫逐漸回升到20度上下 不過要注意 受到了輻射冷卻哨應的影響 台灣西半部日夜溫差很大 尤其是新竹以南到高雄的這九個縣市 入夜後到明天的清晨 局部地區還是有10度以下 低溫發生的機率 再來看到雨區預報圖的部分 這幾天是乾冷的天氣 可以看到水氣並不多 預估未來一週除了下個星期二 會有東北季風來攪局 北台灣和東半部地區 會稍微降溫 並轉為局部的短暫雨之外 其他幾天 全台各地大多會是晴朗的好天氣 適合年前大掃除 以上天資訊 提東跟您